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我們叫做周六行程 新的節目 有超人 陶小弟 楊宇一起做的 因為我們想不到有什麼名字 又不想那麼嚴肅 這麼太嚴肅 很多節目做 我們是閒談式為止 文化東西 軟性一點的東西 叫做周六行程 首先 我們聊了很久 講什麼好呢 講一下本地的小說 之後講 首先就是 超人說想講講簡約公共 因為我對房屋問題 很多高人 都在研究 探討 我沒有資格講講 公屋 居屋 公應問題 我覺得 譬如我們寫字界 寫字 我覺得這次的簡約公屋 名字挺不錯 雖然政府這輪文字上的語言 常常被譚 中英文都被譚 很嚴重 例如搶人財 英文都被譚說 為什麼要搶人財呢 後來我有查過 很有趣 我問問新加坡的學者 香港搶人財 新加坡沒有搶人財呢 他說 以前沒有 今年有 為什麼呢 因為英國出了一些簽證 類似是一百大就派過去 甚至歐盟也多了搶人財計劃 新加坡也要搶 因為對象就是歐盟和你搶 所以香港搶 也錯不錯 所以他用搶字 想想想 我一開始就說 搶這麼惡惡 為什麼呢 叫做培養嘛 是不是 玩流嘛 我覺得又不是的 在這個年代 就明刀明槍 爭斷 讓你開心點 楊宇 別走啊 咦 挺好啊 搶人財 大家有些動力 我在搶你啊 楊宇 你真的不要走啊 加你薪金啊 給你住啊 給你住啊 給你宿舍啊 搶你啊 搶你啊 所以在文字上 我覺得 簡約公屋 我又覺得挺好啊 後來大家研究一下 那個簡約公屋 不是 以前都叫做臨屋 臨時房屋 或者叫什麼 中鑽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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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鑽屋 又好像很肉酸的 以為是病房 中鑽屋 即是病情沒那麼嚴重 中鑽屋 其實那是急症室來的 中鑽屋啊 很多人害怕 簡約公屋 因為 簡約這兩個字 在這二十年來講 是非常之 positive 尤其是什麼無印良品啊 之旅啊 Franco 啊 less is more make less is more啊 簡單 is beautiful啊 生活簡單就是美啊 清貧生活啊 服裝上的簡約主義啊 不要那麼多線條啊 文具又簡約 服裝又簡約 甚至乎 在表演藝術方面呢 也有種叫做 舞台上的簡約劇場 簡約舞台藝術啊 即是沒有那麼多雜技啊 是的 還有 我有一次看《進念》就最喜歡啦 看不明白的那些是 他有一些 以前很形式上的 我看過一場榮念珍 是的 榮念珍 即是 他好像想說 維新變法那一場 然後我和我老闆在那裡聽 即是 黑龍王 又沒有對白有什麼做什麼 也是 走走走走走的 我有一次去看 澳門看《半生園》 那也是簡約主義 是 那我就覺得挺有趣 即是 我們以前就搞戲劇 衝突啊 又要戲劇 又要張靈啊 那他就說出來 原來都說著唱一首歌 那那個 導演我一時都想起 在你阿周周溫有份寫那個 周凡夫 不是 寫文化評論的 阿周周漢有個 林佩里那些 林佩里還有一個 哎死呀 阿佩尾咀純明的 那個人寫是 什麼恩啊 一恩 死呀 老人痴呆 是不是很久沒有寫 有啊 經常寫文化評論的 周恩是比較文化政策的 胡恩威 胡恩威 是 那我說 阿威這些又行啊 恩威 完全跟我們那些 他比較理解到的 我們很濃烈的那些戲劇味 我們很厲害 不夠龍 不夠味 不夠劇力 簡單 簡單 我就說出來 就算是那場施暴的那些 我都說出來 咦 這樣處理戲劇 簡約有這麼簡單 有這麼簡單 又OK 報警後面 轉眼燈轉的顏色 就是 positive 就是簡約這兩個字 那現在政府還用 簡約公屋 公屋 是吧 公屋 是 所以你看到 它齊齊齊齊 好像板間房一樣 一個一個箱 天青山 베派 universities �inky 好像一個 naughty 很低密度的村屋 那樣 因為不好 簡約 如果人入住的時候 我們住的臨屋啊 你住的中全屋啊 不是 住的簡約公屋 就是 你的生活開始簡約 但是我個人會你看到 有些文件改火了 因為其實它的目的 都是是讓我們中全 中全 最大件事就是怕教育公屋 後來變成一個永久性的自業階梯 教育公屋你真的住不了 教育公屋住了10年 我想都沒有10年 都要6年 他講就5、6年 但他講得很清楚 希望教育公屋是國路性的 不希望他住一輩子 但這件事都是運動中發展 所以其實我都跟朋友研究過 都是聽人說的 他有一個項目說得很好 他說公屋為什麼經常都不夠住 最重要是流動性不夠高 過入去就住一輩子了 最好是老爸存仔、兒子存仔 我朋友說爆料 他本來住一間很大的屋 爸爸慢慢過了身 姐姐都嫁了 哥哥又問他一個人都住一間公屋 怎麼會有意願去流動 可能三百零尺 也很舒服 他沒有提供公屋換樓的意願 因為私人樓實在太貴 但基本上公屋又不蓋 我們以前就是 舉例子 臨屋 然後是洗字區 洗字區 條件很差的 廁所在外面 廁所在外面 廁租屋 又漂亮 然後是居屋 希望你慢慢 公屋 還有隔屋 慢慢慢慢升 條件好一點 住住到最後是私人樓 因為你可以有機會 退出那間公屋出來 現在很多人 公屋是不會退出來的 移民都放回到 好像最近福核王 長洲福核王 他住在長洲 原來人家查到 在郵堂 都有一間公屋 他都不放出來 他都不恩福核 他大件事 現在65歲 他就不處理你的 但其實你說 按一個政策的考慮來說 65歲你應該拿去公屋 然後你就找些長者的地方 方便照顧 這樣搞定是一個 正當點的理由 去拿回公屋出來 但是這些沒有 那 都幾不容易 不如我們以前 我們以前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 我們以前住在自治區 晚上一刻 房署都有人來查 例如我爸爸我媽 生了三個之後 五個都不夠 還寫了我外婆外公 說七個人 才住到家 晚上一刻 是來查的 你是不是真的住七個 五個就好像 查你的拖鞋 晚上來吃 他不是說早上 早上晚上不來查 那些人把所有東西都在 阿公不是在那裡住的 那就查你的拖鞋 吃完飯 那碗呢 那碗呢 那碗只有三個 你都害怕 查你的拖鞋 現在你查一次 現在不查 即是 長寶加高 你查不查 住了這麼多年 有些大 即是我們說起來 好像很可憐 捉人家背脊 其實我意思就是說 可不可以加強公屋的流行性 其實他都有查的 但他可能被小配租搞定 但是你想想 對一個玩實皮的議員來講 相配租二千元 乘以二千元 就是四千元 四千元 他下面樓下的車位 都二千元 那你出來租賣六元 樓下的車位都二千五元 用什麼 貴過他家屋 相配租 最主要就是 很多公屋是 推不出來 讓人家進來 那個流動性 他最麻煩 現在在想 就是發覺搞不成 公屋 居屋建得太多 即是 即是 樓價會倒楣 所以他就不太想起 所以他發覺 不如將公屋賣掉他 又更加不會賣了 就是 他們有個想法的 很有趣的 他們認為那些人買樓 不是為了買樓的 是投資的 公屋給你投資 這樣有創意的想法 懂得投資 就是這間屋 用來做永久產業 我每天交租 就做了這麼多便宜 因為我真的問過團結的朋友 團結的朋友 他發誓 就接了 他計劃數 就說這樣呢 會令香港人住得更加快 我又不覺得 即是 我每個月交千多元租 然後拿九萬九千元的工資 去投資 這個才是真正投資 這個已經在享用 我問他就是 我住的東西 而我給了一筆大的錢出來 是呀 而我生活的測試沒有改善 那我為什麼要給 是呀 我覺得這個 買呢 都 我覺得 都比人比較少 租得那麼舒服 租客又租客又有權利 我們都試過租間屋給人 哇 那些租客 又要那樣 又要那樣 他們都餓過你的 我意思是說 公屋 建得實在太好了 那些條件非常好 拍得住你的私人樓 他們都沒有什麼議員去搬出來 還有你又不太著緊 叫他們換 那所以呢 這個政策是否要注意一下 就是要加強那個 就是 那他又沒力氣差一點的 因為我的看法 反過來就是 私人樓也太差了 是啊 又貴啊 你怎麼千八百萬 七百萬 那那裡交一千兩二千元租 那就算那些子大來 譬如你一家五口 住了一家大的廉宗公屋 跟著兒子大女兒大女兒 嫁了兒子 買買買買買買買了一家公 那媽媽媽媽媽媽媽在那裡 那裡住 其實你計人樓居住面積 公屋都不是特別理想的 因為我們說香港人樓居住面積是一百六十呎 那如果你說一家四口住公屋 都是四百呎 那都是低於人樓居住面積的 那當然就是 如果你說好是因為舊的蘇屋村 那些就是看著海 那樣的面積是大一點 那是好的 但是新的那些人樓住面積 你一定達不到那個平均的數 那第二就是新的公屋 很多時候插進樓來的 那時候失敗了 那就是因為它溫暖地 那我就插進去 那那些機件又差 例如你搭車還是塞 那你又不夠車位上 那些 那以後就沒有街市 那就會是差過以前 那就是現在我就看到它 現在那個宣傳那個簡約公共 那我覺得都一個挺好的起步 就是自己的宗主屋 又隔得好像環境都不錯 因為我們以前都見到很多 那些叫做臨時房屋區 那些鐵皮 那些水油在外面 那現在都隔得都不錯 那還有就 那始終好像有感覺 有市區 那就是低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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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兩層而已 那如果木輪關係做得好呢 我想都挺舒服的 就是 對小朋友來說 走出街又多一下鄰居 那環境相當不錯 因為我附近的一家學校呢 小學雕空了二十年 最近才把那些學校變成了 這個 就是 臨時房屋 那些上不到公屋 那些人在那裡站住 挺好的 那間小學改建 都擺到二三三百多戶 然後呢 因為小學下面一定有球場 小朋友在那裡打球 又有多低密度 附近有屋苑 又有屋邨 幾有生氣 忽然看到那些人 住得幾開心 那些把學校改建成 臨時的房屋 那我再推理下去 希望我選一個公屋 如果你上去那裡 就算是住五六年 都希望住得開心 意思論事 那環境是挺不錯的 我們都擔心 一朝天子一朝神 今朝好的那些又不見了 那些人講地 那時候CY搞 是好東西來的 但是又不見了 但是後來去到 林太 那時候又搞六子居 都不錯的 但是後來又不見了 最慘的是公屋 你原本想住是住五六年 中轉 但是下屆又沒有了 想不到 或者下屆又 政策持續 是嗎? 他說五六年 似乎現在又不可以十年 那又沒辦法了 又要繼續住 最慘的是 他是過度來講 他是超班馬來的 但是你做永久來講 就不行的 經常都是這樣 就是沒辦法 就是 希望就 逐步解決 不可以一步登天 不過大家都 這麼多聰明人 在這裡解決 就是 似乎現在 希望那個政策 能夠持續 希望房屋問題 有時候都很可憐 看到那些 很多朋友 就是 為了住屋的問題 很煩惱 現在又好些的 你可以去 藥灣區 那你不只是想著 在香港住 那又會好些 就是藍沙灣都建過 其實現在那個 應該我們的概念 都要轉移一下 就是 經常說 去大灣區 去大灣區住 但是我 都有時候心想 這個概念 我們都是自己 劃死自己 我們走大灣區 沒錯 去什麼大灣區 香港不是大灣區 香港就是大灣區 其中之一 你就住回大灣區 根本就沒有隔閡的 希望那個觀念 慢慢轉回 就說 香港大灣區之一 住中山 藍沙 藍沙 就是類似 住回深圳 完全是 藍灣區的生活 如果現在有高鐵 其實藍沙來到市中心 七西九 都是九個字左右 其實是OK的 但是 通到關 其實如果將來 那個工作的形態 又改變了 如果辦公室說 不用開放這麼大 你的員工有一百人 以前要一千尺 現在可能七八尺 搞定 因為一百個員工 不用每個都回工 就是同樓回來就可以了 寫字多 那就可以了 大家包括電腦仔 自己在做事 自己都交代了 好像改變了工作生態 在住的問題 不用經常說 住近公司 都不用了 剛才聽過剛才說 做基金的人 其實現在面對什麼問題 就是網店很厲害 網店很厲害 結果是什麼 很多店鋪刺了 市區的店鋪刺了 不如你考慮一下 做出來 給人家住 因為這個全世界都面對 甚至倫敦 紐約都面對的問題 就是網購全 那些店鋪刺了 那你怎麼處理 寫字樓 又不用租這麼大 又不用租這麼多 各級寫字樓都害怕 都好像現在 都是一樣 我現在周圍都交給寫字樓 都好像那個洗援路 都逐步都下降 都下降 那些商務 那些商場 商場一早就怕了 那些商場一早就怕了 那些商場一早就怕了 那些店鋪刺了 那怎麼辦呢 不如想想辦法 搞好些 而你展望將來 除非你人口霸性增長 否則你的店鋪是會少了 現在人口又說 相對就道道都 人口下降 但香港是會容易做 因為你的數量少 你增加就這麼難 即中國十三億人 十四億人 你要加兩億人 當然很嚴重 但香港人是 比較是人數基數少 那你增加又會容易些 就是希望 我覺得 希望我簡約公屋這個政策 希望你觀設下去 可以長遠地解決到 這個居住問題 而這個簡約公屋的居住環境 看上去都挺簡約 都挺簡約 即是幾個人 簡約這兩個字 這麼正確 這麼有生活的美感 其實這個東西 雖然我說他文過識非 但是 都不失為一件好的東西 我也挺好的 有時候常說 用詞用字用得不好 今次 好像與廣告宣傳策略來說 簡約 simplify 其實我覺得有些slogan是 就是看過預警 即是 李先生說的東西 就是appropriate 然後梁先生說的東西 就是appropriate 但李先生有這個風格 那你怎麼改呢 即是強行說些什麼 一些很深的 說不到的 是呀 他又不適合說這些東西 即是那個人的角色 即是你找家寶 即是廉師可以 那李家超廉師就是不行的 另外 他的班子出來的感覺 那些是實質的 即是學龍十八獎來的 那個人都 賣鬼就做 即是不是那種很文官的形態 後來我發了規律 他們很喜歡用兩性關係去比喻 即是 例如卓永興說 香港要清潔好一點 一個小家不育的形象 然後特首又有趣的 說我們香港 底部很好的 美貌與智慧 香港小姐來的 即是 即是小姐就沒有說 但他們很喜歡用這些方法去比喻 其實就很紀錄部隊 很男性 很陽剛的語言 即是 我覺得就是 為何你要講小家不育呢 就是為何不可以 即是復蘇 這樣就說 鴻風再起都可以 但他又不可以 即是 我覺得他們都是很陽剛 文化很陽剛 很男性 即是 幾動作化的 即是 做啦 動手腳啦 這樣 我們不如說說一些小說 軟性一點 即是我 我和楊玥都這麼喜歡看書 我近期 即是 我很少這麼追書 即是迷的 是 是帶著一份很尊敬 或者很欣賞的心態 是 在看本地的推理小說 我放遲一點 是 這本叫《偵探兵室》 原來是一個合集來的 是集合香港一些 就是推理小說家的 短編小說集 原來出了四集的了 那 都沒有什麼人 《智慧》這個不是廣告來的 不是廣告 即是很有衝 第一 看完之後發覺 這些作品真的不差 是 原來香港的推理小說作家 即是在那裡 因為合集的時候 每期都有一二三四五七個至八個 那 原來每個人 都很有心機 那 又有特色 那 在裡面 譬如 他出了四集 那 他其中有主題 有一個叫《零》 以鬼怪為主 《零》 一個是以疫情做主題 那 對上一集 我忘記了 那這個用貓來做主題 就更加完成 特色寫得很好 尤其是《疫》 那個合集 寫得更好 因為他講疫情之下 原來一年出版 在九年開始 即是1920 2122 一年就出版 那四年都沒什麼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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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憐 我想銷路都不是很特別包 以我所知 香港出一版書 五百本 大陸是出版三千本 所以香港的市場口勢 亦都不是很多出版 基本上沒有 願意找新的作家 那基本上出書都是幾個條件 即是拿過獎 或者你是自己給錢 即是有贊助 第三就是你是大作家 即是超人的名作家 這樣就可以出到書 即是容易談些 是的 譬如我們出書都很偷懶 有時候都是專欄結集 去年載 大主要先看你書有名氣 那些關係好些 跟老闆或者讀者 那這個呢 他們都不是連載 即是專門寫 即是二萬字很難做 那真是寫得不錯 其中一樣 推理的橋段 我覺得是很合格 很有水準 即是 其中一個主要的就是 就是陳浩基 陳浩基 譬如大家 譬如有很多 譬如小說長 在日本他也拿過江戶村聯報照 台灣拿很多 因為江戶村聯報照 日本差不多最高榮譽 譬如我們都寫一個劇本 我們香港都很少推理電影 大家都知道很傷腦筋 很難減 做小肥片 都算了 要捉一刀就算了 推理設計很神密 那些推理不錯 我覺得這條橋很合格 即是拍到電影 我都推薦給香港電台 你不拍劇集 你買去版權 你都拍廣播劇 廣播劇都要做些 廣播劇都好些 大家都口水 我覺得好 另外呢 為什麼我都看得到最 我都看得到很欲謹呢 因為它是本地小說 它全部的背景是本地的 譬如陳浩基有一本 就講二樓書店 二樓書店 對 即是說了旺角二樓書店 那個人怎樣跟蹤那個老闆 那些街都寫出來 你覺得是很有本地 那些同羅馬事件 然後又捐下去 他的靈感應該都是這個 當然那條橋就扭了 當然了 那譬如去到跟蹤到銀龍茶餐廳 你覺得很有feel 旺角銀龍茶餐廳 買了一本書 去那裡就看 然後就被人來跟蹤 那譬如這本 譚劍呢 寫也寫得很好 就是講貓 就是一個科環小小的作家 在西環那裡 那幾條街 那些貓 叫做西營盆那些 就是貓區那些 很多流浪貓 寫得很真實的 你看起來 真是想去西營盆那些貓 所以我覺得 我就很極力推薦 如果你說 這本就是第四集 第四集 你們亞洲周刊才介紹 第一 第二第三集都沒有介紹 他介紹這個 是啊 他介紹的 哦 我也不知道 是啊 那叫做十分精彩 我不知道 十分精彩 那都OK 大家買回那一二三集來看 那我覺得 很 很有 有味道 另外 這本小說 的一集合夾是一樣的 排名呢 你看到最大的 就是最大的一集 其中我認為 那三個最大的 就是《陈浩基》、《谭劍》、《莫里斯》 《提名不分先后》 《陈浩基》当然就很厉害了 他的书我都全部都看完了 出一本我就买一本了 由《1367》 《1367》 《1367》《1367》 《1367》《1367》 就是《2013年》和《1967》年 他就将《2013》和《1967》的暴动 其中有一个最厉害的 为何我提到呢? 据问王家卫买了他的版权 我们现在就立刻来看 王家卫这么识货 那真是《石破天径》 他《1967》 当然他计小说计法 也很出色 其中他解决了一个问题 《67》就说 究竟在北角的土制菠萝炸弹 为何会炸伤了一对小兄妹 最厉害的就是整个暴动的转劣点 就是民意大力主义 是的 大力主义 他当然是作的 但是 哎 就是被奉了 另外 陈浩基另一本叫《遗忘刑警》 第一本书 就是穿越的 但是警探穿越到六十年代查案 那穿越也很足够的 都经常说 是的 尤其是 尤其是 但是这条桥真的假的 真是一无一顶 这样假的一条穿越桥 我们也看很多穿越的 这样真厉害 所以我觉得陈浩基 我看这本书也是 就是没有他的名字 我是四本一起看 就是一个作者先看完的 四本跳来看的就是 陈浩基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 先看完 接着谭剑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 就是跟作者看的 莫里斯 这样看 看得快脆一点 而且看到 始终整个他们的风格就容易触动 就是连贯一点 连贯一点 陈浩基就是世界级 因为他最近一本就是 是用解释了 用推理小说的手法 是重写那些隔林 就是欧洲的童话 例如什么 吹底人 就是很多 用推理小说的方法 重写一次 那些外国人都看了 都经为天人 你这样写你的童话 这样推理小说 揭回一个谜底出来 就是你认为是推理小说来的 那是个人 所以我觉得 就是不是买广告 虽然我们都 那么多货卖 那真的不是 我都真心买 货卖都是卖不了多少的 是的 很殷酷 支持一下 出版社都说得很殷酷 就是希望大家有个心愿 大家有个心愿 希望多些人 星夜 星夜 亦有更多人 亦有更多人 就是 有些很精彩 例如莫里斯 有本叫做 神探福尔自摩斯 他把福尔摩斯 把福尔摩斯 放进清末的香港 即是福尔摩斯 是清朝一个 学观中西的人 一皇法皇 一样有个 在中环皇后大陆的一间屋 然后又有一个 华生的人租屋 华生先生刚刚和左宗棠 打完回僵 又受伤了 即是龟佬来的 不是 他是中国人 但他背景都学了 用了那个背景 一模一样 我以为是屈臣 那里面那些 全部 跟回了福尔摩斯的桥 什么血治的研究 但是套进了所有 在清朝末年 在香港里面 发生的所有事 他全部套进去 全部 人物是套到 他举了所有资料出来 还有 他们很厉害 譬如易欣 有个公亲王 曾经来过香港 所以他偷了一段时间 他见过福尔摩斯 就去办案 然后 很多事情 有什么何启 有的 拔萃南书院 那个校长 在一百年前 即见校人一百年前 他就和福尔摩斯是朋友 他在那里传教 后来他说 教家学校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好呢 用你的名字 也要拔萃 我觉得考证方面 中央书院 又有些 他全部有解释 中央书院 所以他 阿莫里斯 你真是猜不到 他推理又 本身他也是写开小说 他也写开小说 因为 你不是一写第一本书 就这么成名 慢慢死 都很难成名 其实他学历相当高 在劍桥读法律 读法律 所以 所以考证方面很严谨 我推理固然佩服 reboot 附近 我使用精彩 再摆入香港 18年前 清朝末年的时候 做一个背景 然后套入一些事实 布局很难做 你电视图 就买了个版权 就拍了 你挺个人的 我就在这里 刚刚第一炮 我觉得 有些好书 我就推荐给大家 坦白说 我也没有看 美国谈 很想看小说 后来 相关的事情 我看到一个新闻 我叫Z Library 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全世界最大的Virtual Library 后来就被美国掌握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严重侵犯买 当然是 因为那些卡牌 就全部免费 后来我自己 下室很多书看 因为方便 大家知道 香港的住宅是这样 所以你唯有 这些书 不敢买书 就变脂化了 不敢买书 我小时候就被妈妈骂 是啊 我都买书 过来都说 扔啦 但真的很可惜 后来他便被我掌握 我发觉很有趣 所有这些Virtual Library 都是俄罗斯人做的 就是Library Genesis 也是俄罗斯人做的 以前小时候看的就是大陆做的 大陆后来版权的概念 好一些 就是盖上了 我们看书看了这么多年 很明显感受就是 当时有个新浪 叫做iShare 当时很多书 写论文 你也是实际上的书 后来在一三年就没了 另一个浩劫就是Z Library 就是今年没了 前两天没了 我又想请教你了 譬如图书馆 Z Library 实体图书馆 譬如这套《偵探合集》 出了四本 前三本 全部都在图书馆有借的 那些朋友说 有什么好书看 我说看《偵探冰室》 我说图书馆有 诶诶诶 借了预约了 这样 那死活了 借了 就没人去买了 是 是吧 这些书看一次 真的很佩服 喂 那大难难 一百三十五元 都不是便宜 又不是很熱衷才去買 買回來看完有地方放 圖書館不用錢 借了來看 那怎麼辦呢 對於出版界 我覺得那個問題是 因為圖書館有兩個功能 現在後面的就是 你要令作家有一個比較好的回報 所以有些主張就說 不如圖書館做這個 有版權稅 那你就看一本就政府給錢 這些說要讀者給錢 但我想都是政府給錢多的 另一個問題就是 圖書館是知識不及功能 如果你說圖書館每次都要給錢的話 那為什麼那些人沒有圖書館呢 完全電子化呢 以前我們看的偉人傳記 他第一個就說 幸好我小時候很喜歡看書 但沒有書看 幸好旁邊有間 十里路之外有間圖書館 那他就去那裏借書看 要增進了自己的知識 那你說看一個方法呢 原來現在香港圖書館是實行的 實行的 我有 我和馬龍 即是那些 我們馬龍合作的幾本漫畫書 他每年給我幾十元 他說超人有版稅收 不太多幾十元 那象徵式都幾好 那多的那些就可以了 我覺得其實香港人都給得起了 譬如你現在這本書135元 如果你租的時候 租 最重要是政府給 政府做好一點 政府做吧 五元就是鼓勵越讀 你鼓勵越讀 你給五元 基本都沒有意思 你給五元出版社 都沒有意思 多謝 那你要借書 說給五元 那我就不借了 他就不借了 所以就是政府給了 但是政府給 你願意給是因為 數目太少 沒有所謂給你 但是當你有錢的時候 他未必願意給你 可能是 那我覺得一個慘的地方 就是香港的出版 是沒有market 大陸你打不到 那不論質素 和那個政治理由都好 台灣你又輸了 東南韋也進不去 你只得本地的market 香港的書 是很難去生存 那所以大陸的出版上 都沒有動力去找新作家 也是很難做 大陸都有時說 扭下本地 不如這些出了名 成了名 都會扭你 點回簡體版 在內地去出書 你要到陳浩基的層級 就是他拿很多獎 就可以了 但是你以前 可能唱蕭書作家 張小閒 那時候哪有獎 他也比較容易 因為他始終是lecture 他是蕭閒書 他不是很愛情 當時他在香港已經唱蕭 香港已經不會有唱蕭書 然後他又簽了皇冠 皇冠很刻意 捧他進去內地 現在他也不用寫書 比如自己做了一個網站 跟別人覺得愛情問題 都可以寫一下微博 收入都不錯 老計作家 例如蔡蘭 其實他那一版書都覺得不重要 不如我自己寫一下 網上免費給你看看吧 那時候我朋友就跟危康說 危康都二十年前 剛剛網上流行 你那些小說在大陸 被人擺上網 我幫你抓一些版權稅回來 大家兩人分 不用你拿到 你自己用光 我沒所謂 都給了 多些人看就算了 有些就是很大方 希望將加強子的知名度影響力 有些就是有錢 一成一名都沒有所謂 我覺得如果你要鼓勵別人寫東西 就… 但香港是比較慘 你內地如果要唱小說家 就很厲害 都很厲害 很厲害 他現在網上的作家 納稅納得很驚人 以前韓韓 郭敬明 那些 全部都是很多錢的 主要是你是改編電視劇 而且他真的賣得很多 賣得很好 就是那個收入模式 是他一個網絡平台連載 裡面有課金之類 很厲害 所以就變成香港人 沒有這個網絡 亦都做不到這個網絡 如果我看完這個 本地推理小說家的作品之後 我覺得其實有得寫 就是都有得寫的 就是有沒有辦法開拓 就是他們這班人很有心 很有心 很有心的說 就是本地的推理小說 就剛剛起步 就是真空那樣 沒有人很認真地寫過推理小說 其實真的沒寫過 你看電影都知道 其實我們電影都沒有推理小說電影本地 就是很偶然 十幾年才有一部 就是以前所謂推理小說 我都看過一些 都是比較 不是這樣突破 不是這樣突破 那有沒有可以做 就是希望發掘多些 就是本地的作家寫推理小說 希望多些人喜歡看推理小說 因為你又喜歡看不合小說 又喜歡看靈幻小說 又愛情小說 可不可以製造到一個市場 真的有人去看推理小說呢 我想不用加推理小說 大概 那個問題就是 你有沒有行業模特兒 我記得有一件事 很印象深刻 就是 就是叫做王怡興 對 就是小說 很多 都當時叫唱蕭 然後 就是 我看他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他沒有影響 當時TVB就跟他講 不如我和你那邊做電視劇 然後王怡興就說 好啊 那你給我多少錢 他說不用錢 我幫你那段視劇 幫你的書賣好了 哎呀 那段視劇就是這樣的心態 不是啊 那當然王怡興就拒絕了 就說 多多少少 不可以 多多少少都會給點 零 即是由 我想TVB生涯都是 就是名欺他 我覺得會 就是 是不是玩他 譬如你改編李敏那些 那些少說 他成了名 王怡興也挺成名的 但你比起金融啊 綠康啊 王逆啊 那就真好 曾經有一陣子 在網上少說很難 例如窮人啊 什麼男人不可以窮啊 就是那些 都是蕭先生拍的 那些 有一陣子的熱潮 挺好啊 在網上少說 又不用敷出版社 寫完有人看 就可以賣到電影版權 又可以改編這個 即是有時候電視劇 蕭定一都改編過電視劇 那時候曾經有過一個熱潮 很短時間 很短時間 又微探 可能電視劇出來的 音響不夠厲害 那些電視劇後來當然 就不賺錢了 因為紅Van後來 原本是拍了上半 就想著下半是 上半收錢 就拍下半 後來就拍上半不收錢 不如紅Van那些 即是連我來的新一代 都看書 買書 當然有很多問題 你在網絡看的時候 就不覺得 但如果你一整本書看 就麻煩了 又或者你是要 不上銀幕 後來陳高就改了很多東西 才嘗試讓它更合理 當然那時候 剛起的時候 大家不算利益 就容易搞 你長期做 那一定有多少著數 但發覺就是不可以著數 電影劇本改編完 可能作家 十幾十萬 最多都是這樣 但你作為寫一本書 可能你要寫一本好些書 寫一年半載 只有十幾萬 就很難寫 譚劍寫過的人形軟件 都醞釀了八年 即是 我曾經夢想得到一個小說 但是後來發覺 這個文章太清楚了 那我就不夠窮了 即是 寫小說 是兩個狀況 非常之窮 或者非常之有錢 都可以寫的 但我呢 就不行了 但我是省民拿過獎 省民還可以寫一下 省民不是回不夠時間 我們是壞 我們起步的時候 藝康 或者是 蔡勒 《易書》 《金融》 《金融》 在報紙連載 即是名勝利就 報紙連載 那時候 即是不會 即是那個創作形式 就是報紙連載 每天有稿費 快 輕 爽 即是全部是消費式的 即是想想的 過下人的 我們寫這類 很商業化的作品 去到我 那時候我是看金融 說是看金融大 很厲害 想寫一下 但法國已經沒有地方可以寫了 還有 香港文學掌數目很少 所謂的 只有一個 什麼 《紅樓夢》文學掌 我就浸會中文 那個不是我們去 其實你很有趣 只有四十個人 可以實選 不是白先用 董奇 莫言 假平校 其實你 學生可以玩的 只有香港青年文學掌 香港文學掌 我讀書 中大搞 香港有雙年文學掌 雙年掌就出書 就不是給青年作家 還有李姓羅新思掌 台灣的文學掌 多到是不得之了 那你台灣的那個 推理小說也多 都發掘了他們出來 那些得獎 那些就 就可以出書 即是我想說 就是我們以前 真的寫是 或者賺錢 即是有收入的 但那些就不是很精緻 即是很流行 很消費的 所以我更加 我們有滿足感 你知道 純粹滿足 那現在寫的小說 你真是很窮 真的很有錢 因為你不容易 即是寫多一本 這樣的小說 即是大家 大家行家寫的 都知道 即是你要好多心機 即是 基本上是死亡邊緣 才寫到 即是寫到你死的 即是那些 我是很嘗試寫過 十幾二十萬字 都不是很多字 我就偶了 就是 我前前 其實搞了幾個月 認真寫了 就寫了一個半月 就發覺那個生活 是很密集式的 嗯 才寫得出來 而且後來我覺得不是特別好 但你要改改 又要花極多功夫 而且你一個作家 你不是很少說 一砰一砰一砲二熊 是看著你的 是怎樣慢慢成熟 即是 第一部 幾好有些新意 二三四部 就沒什麼突破 通常他都說 去到第五六部 就好些了 就開始風格成熟 即是你不要說 寫文學 就算是寫武俠小說 你都是要 你看回以前的 就算你看金融都是 因為第一部書劍 加一看的話 都不是有得的 即是就算是那些 唱少武俠小說 什麼惡龍生啊 即是果類 就算你古龍 他都寫到七八本之後 他自己的風格才慢慢形成 你就是熬了七八本 你都死了 但現在是想熬都不能讓你熬了 所以我看見這班 即是年輕人 很有心情 即是熬著 那個出版的時候 就說希望 希望那些人來買小說 即是買一本書來看 希望下一本的銷路好些 我希望不是下一本的銷路好些 希望那些人追回 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 即是那些都是寫得很好的 即是希望第一、二、三集的銷路都好些 共產黨自己的評價就是 抗戰你憑什麼說我沒有參與 生存就算抵抗 延持就算勝利 是的 即是我覺得香港寫就是 你跌跌下去 已經是一個很偉大的事情 我覺得很佩服 我是佩服到不敢見他們 即是我們做不到 做不到 因為你是寫字 你的心太大 你看到他們是 不好意思 即是買我就買了 即是我心中有愧 即是你問到 你這麼年輕 即是起碼年輕 好 這麼有心去寫本地小說 而是真的寫得不錯 而是全部是以本地題材 本地風格 本地內容是很香的 很本地的 是很有味道 即是沒有時間逐篇講 即是非常難得 我希望大家買一本 買一本 第一本 第二本 第三本 去看吧 即是需要看 我想就是你去 看看 揭花的也是一個支持 正如在香港上 的話 連課稿也都要去看 揭花 我想是你喜歡 我想最主要 肯定是香港培養一些 閱讀的興趣 但我也挺难得的 中文都写得不错 因为它们很复杂的嘛 不可以写错的嘛 你找笨 所以那些东西写得很准确 那你一写得准确就可能很闷很沉 但是没有这个无命出现 大家写的东西就知道 很清新很爽 落笔很准 简单 交代得非常清楚 偶然有几个主题都令你发人心醒 好了 希望大家回了解一下 那我们今天就先讲进吧 希望大家都喜欢 我们就讲讲多些书 我写书已经是一个最末落的贵族了 就是精神上的贵族 如果我能够看书 我们都抛下车鞭 后来我写一些政论 分析 所谓研究 后来我写的书都是这些东西 因为年纪越大 有一件事要年轻写的 一件事你自己都知道 因为年轻时有很浓烈的感情 其实小说是年轻写好一点的 感情才浓烈 我们写剧本时做编剧的时候 你这样写真的很投入 现在年纪大了就很理性 这条路上行不行 因为观众受不受 市场又如何 哪个呢 你有个怎样改一条路上行 那你这个人已经理性了 就算写小说 回去玩用文学 以前也是文青 没有的 因为感情有 但已經不是那麼濃,是要很濃,很濃,你才會濃 沒有那麼澎湃的 我看回大學時候拿過比較大的獎金,散文,加都寫不到 所以要愛惜這些,還有那麼濃烈的感情,去寫小說年輕的版本 很難,很難,很難,很難 希望堅持,我們堅持去支持他們,好嗎? 好,我們今天就到這裡,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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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